刚刚忘记录影 好 没关系 好 那我们现在做第一个 刚刚说我们要控制那三个灯 那控制那三个灯呢 我们是用数位接脚 所以这里的积木 跟数位接脚有关的 这个 启用 那你使用S2A 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你那些输出输入的脚位 你要控制哪一只脚动作的 你都要先设定 好 先启用 好 然后呢 我们刚刚用到三个灯嘛 对不对 三个灯 所以你这边要把脚位 这个数位脚位就是D Digital的意思 所以那个D就是指这个数位 然后我们刚控制10号 所以你就填10号 然后因为我们是要控制别人 所以你要把它设定成输出 好 设定成输出 不用插笔记 我有录影 到时候会放在我的网页上 好 就把它设定为输出 输出就是控制别人 记得 控制别人就是输出 好 那启用之后 就是你雇用这个 雇用角色进来 好 启用之后 你才能够去设定它怎么用 好 这里有一个叫做数位输出 把它拉出来 好 所以我刚刚已经雇用了10号 那我现在就来控制10号 那10号呢 这里有两个 数位输出 数位输出只有暗跟OP 就是开跟关 所以你又听到数位的 就是只有暗跟OP 开跟关 零跟一 有电跟没电 只有两种状态 这个叫数位输出 好 所以这样就是有电 好 然后 一就是有电 零就是没电 在电脑里 世界里面是这样子分的 好 所以这个就是有电 这个就是没电 好 那我如果要测试一下呢 我可以直接点两下基目 好 快点两下 好 你刚刚看到它闪那个黄色的边 有没有 你快点两下会闪黄色的边 然后你的 你的那个基目 你的这个就应该要亮起来 对吧 按起用 不好意思 你要先起用 所以这个要先点两下 起用 起用之后再按输出 那你就会看到你的 你的灯 10号这个灯就亮起来 好 那只要它起用过 就会一直可以用 所以这时候你如果再按0 它就关掉 所以这时候就是开跟关 OK 好 我们先测试一下基目 我们通常会先测试一下基目 看看你的硬底有没有正常 那你要使用之前 一定要先起用 就是我要演这部戏 我要有这个主角 那你一定要先去找刘德华 我聘用刘德华来当我的主角 先聘用才能叫他做什么事 先定用才能叫他做什么事 你们是自己想学还是你扣成学校需要这样 自己想学 接触吗 我第一次接触 哇,原來是你帶來了 帶爆來了 好,我們通常會用這個指令 單一個指令,先測試你的硬體有沒有正常 那硬體如果正常了之後,我們再來寫成